哈囉,歡迎來到地平線的頻道 之前的如何使用Windows內建的遠端桌面影片提到 如果觀看破萬就要來拍第二集 教大家如何在同一區網下設置兩台以上的遠端電腦 以及其他方面的應用 觀看次數在前段時間破萬了 似乎是受到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在查遠端辦公之類的資訊 觀看次數增加速度相較以前大幅上升 在這邊跟大家說聲,感謝支持 接下來就進入正題吧 上一部影片教了如何在軟播及硬播的環境下 讓外部裝置存取內網的電腦 軟播很簡單 就是讓電腦自己拿一組外部IP上網 要從其他地方連上去只要有這組IP就行 要設置多台遠端電腦就在每台電腦上都用PPPoE連線 這樣每台電腦都會有自己的外部IP 只是網路供應商通常會限制同時連線的數量上限 畢竟IP是有限的,總不能一直給 至於是多少個要根據自身使用的方案去查 中華電信光世代通常是6或8個 或者就管他的,播到不能播再說 硬播就得開連接部來實現 在上部影片是教了設置虛擬伺服器 可能有些人會有疑問 為什麼不用通訊部轉發這功能 而且網路上也很多資訊是教這方法 這是因為要在同一區網下 設置多台可以從外部連線的遠端電腦 就需要使用虛擬伺服器 通訊部轉發是將Port直接轉發 內部Port是哪個,外部Port就是哪個 虛擬伺服器則可以分開設置並轉發 內部Port不一定要等於外部 所以我們可以設置多個外部Port 轉發到內部每台電腦的3389Port 如圖中PC2的9487轉3389 這樣就能實現從外部同時連線內部的多台遠端電腦 如果用通訊部轉發就會只有一個外部3389Port能轉發 不能一次給多台電腦 當然可以把電腦用於遠端桌面的3389Port改成別的Port 不過這方法沒有比設置虛擬伺服器方便 而且虛擬伺服器一個設定檔也只能設置一個內部Port的轉發規則 不像通訊部轉發可以一個設定檔同時轉發複數個連續的Port 而一台路由器的設定檔數量都有齊上限 不能想開多少個Port就設置多少個設定檔 所以遇到需要使用大量Port的應用就得用通訊部轉發 不然虛擬伺服器應付不來 FTP就是一個例子 不過那一屆的遠端桌面只要一個Port就好 沒有這個問題 知道了虛擬伺服器的運作效果後 這邊也建議大家不要把外部Port設為3389 已經設置了也請改掉 這是因為某些病毒會以特定的Port入侵 像是SMB是用445Port運行 但這個Port也是病毒入侵的重災區 遠端桌面預設使用3389Port 如果打開了也難保沒有特定的病毒會從這個Port鑽漏洞進來 遠端時間遠端桌面就出過漏洞 可以讓其他人遠端執行任意程式嗎? 雖然現在修復了 但也不能肯定沒有其他可以利用這個Port進行攻擊的各種漏洞 所以才建議將外部Port改掉 檔下固定從3389Port攻擊的病毒 至於怎麼不再上部影片講 影片最後會解釋 不過病毒如果會自動掃描其他可連線的Port 不固定走3389Port 還是有可能會被入侵 這樣的話不管外部Port設為多少都無際於事 解決制度是改用VPN 不要對外開放Port 軟播的話開哪些Port是由電腦的防火牆決定的 要安全的話也是建議不要對外開放遠端桌面連線 不過這樣就用不了了 解法也是改用VPN 要怎麼用影片後面再教 我們先從設置虛擬伺服器改外部Port開始 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 考慮到上部影片教的固定區網IP的方式 雖然大家都能用 但隨著使用時間增加 可能會和其他裝置的IP充到導致無法連上網路 這時就需要改IP 在平常家用、裝置不多的情況下 把IP改到數字比較大的區域應該是不會再衝突 不過凡事總有個萬一 這邊就再補充一下如何用分享器設置電腦的區網IP 用這方法就不會再衝突了 如上一部影片所述 每台機器的設定方式都不同 這邊就只以手邊有的D-Link和華碩分享器示範 其他的機器就請各位自行找資料設置了 設置之前 如果有按照上部影片用控制台固定IP的 記得切毀自動 讓分享器來分配IP位置 首先是上次那台D-Link 進到管理頁面後選一連線的用戶 找到要設定的電腦並按下右上方的鉛筆 把這邊的IP位置記下來 然後打開IP位置保留 在下面的欄位輸入剛剛那串IP位置 當然想要自訂IP位置也行 不要和其他的裝置衝到就可以 如果沒自訂IP位置 這樣就設定好了 有的話只要讓電腦切到新的IP位置 有些分享器會自動幫電腦切 有些不會 會的話就沒問題 不會的話就要讓電腦先斷線再重臉 以取得新的IP位置 上部影片是叫重開機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只要拔掉網路線 再插回去 或是關網路再打開就好 不確定分享器會不會自動切IP的話就按照不會來 接著是華碩分享器 進到管理頁面後選擇左邊進階設定的區域網路 再選上面的DHCP伺服器 下面有個手動指定IP的DHCP清單 按下客戶名稱欄位旁邊的三角形 然後選擇要固定IP的電腦 這邊一樣可以自訂IP 華碩路由器通常會自動幫電腦切IP 所以不用額外操作什麼 弄好後按下右邊的加號 再按套用就完成了 回到設置虛擬伺服器 D-Link的設置方法可以參考上部影片 IP位置打剛剛設定的 或是按右邊的電腦名稱選 再把外部連接部改成1024-65535之間隨便一個數 如果改完的連接部號碼剛好有其他程式在用 可能會造成該程式無法聯網 不過機率很小 有遇到再改成其他數字即可 要設置多台遠端電腦的話 就分別給每台電腦分配不同的外部連接部 這樣要從外面連線時就可以走不同的port進來 不會重複到 上部影片結尾說的這設定方法 在其他方面的應用指的就是用虛擬伺服器開port 我們在分享器這邊設置各種東西 就是為了讓外部裝置能連線進來 如果要架設伺服器也是同理 像是架設minecraft伺服器 就可以把這邊的內部連接部改成minecraft預設的255-65 外部也可以用預設的255-65或是自訂 如果不是預設的255-65 其他人連線時在位置後面加冒號 自訂的外部連接部就行 其他各種伺服器都是同個概念 幫伺服器開port別人就冷連進來了 但前面也說過開port有其風險 比較安全的方式還是用VPN 接下來是滑速分享器 選左邊進階設定的外部網路 再選上面的虛擬伺服器 可以看到滑速分享器把通訊不轉發和虛擬伺服器做在一起 如果不打內部連接部就會設定成跟外部一樣 按新增設定檔 這邊輸入的東西和剛剛一樣 服務名稱隨便打 不打也可以 通訊協定選boss 外部連接部設1024-6535 直接隨便一個數 內部連接部也是3389 本地IP位置按右邊的三角形選要設定的電腦 再按確定就完成了 機器會自動套用 接著補充一下 上一部影片關於設置網域名稱 是叫去NoIP申請 然後下載他們的程式用於更新網域指向的IP 但其實很多路由器都有內建這程式的功能 可以不用在電腦上裝程式 當時叫裝程式是為了讓軟播的也能用 因為用軟播電腦會有自己的外部IP 沒有其他裝置共用 所以必須有電腦來回報這個網域指向的IP 進播的話 每台電腦都是用路由器的外部IP 可以由路由器來回報IP 這邊就交個用路由器設置的方法 這樣就可以把電腦上那個NoIP的程式刪掉了 D-Link的是在進階設定的動態DNS裡設置 伺服器位置先看右邊選單有沒有自己的DDNS服務供應商 有的話就選 沒有的話就手動輸入 NoIP的是dineupdates.node-ip.com 主機名稱打之前申請的網域名稱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就是帳號密碼 輸入完後按儲存 等個十幾秒再重新整理 成功的話狀態會變成已連線 華碩則在剛剛虛擬伺服器的旁邊 有個DDNS即動態DNS 在它的頁面下設置 伺服器選自己的DDNS服務供應商 華碩這邊會有他們自家的DDNS服務可以用 直接輸入一個沒人用過的名稱就可以申請網域了 這樣就不用去NoIP那邊申請 不過要用NoIP也是可以 NoIP的三個欄位也是對應網域名稱 帳號密碼 輸入完後按套用就完成了 接下來是改完外部Port的遠端桌面連線方法 一般正連線到各種東西時 如果在位置後面加帽號 某個Port代表要從那個Port連線 每家就代表走那個服務的預設Port 像遠端桌面就是3389 雖然有時候行不通 像是Windows內建的SMB就不能這樣用 不過在遠端桌面是可以的 所以改完Port連線時只要在原有的位置後面加帽號 幫台電腦設置的遠端桌面外部Port就可以連上了 同一網域下的不同電腦就打幫他設置的不同的Port 最後來講用VPN連線 這是比較安全的連線方法 而且也可以設置多台遠端電腦 一般提到VPN 第一反應應該都是想到翻牆工具 但可以翻牆只是它的特性 VPN主要是用來建立虛擬區網 這樣分處不同地方的裝置就能連到同一個虛擬區網內 由於用VPN傳輸的資料都會有這個虛擬區網的伺服器轉發 而這個虛擬區網伺服器如果不在攔截程式的黑名單上 就不會打 舉例來說 假設要在大陸的牆內直接上YouTube 眾所皆知 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牆的黑名單上有YouTube 這時利用VPN 先連到牆外的虛擬區網 再嘗試上YouTube 使用的裝置發出的網路風暴上面就會寫 這是要發到那個虛擬區網的 想把這個位置和黑名單對比後 找不到一個符合的 所以就不會擋 虛擬區網伺服器收到風暴後再轉發給YouTube YouTube回傳時也是同理 會先發到牆外的虛擬區網伺服器 再透過其轉發給牆內的裝置 而虛擬區網伺服器不在牆的黑名單上 自然就不會被擋下來 這就是翻牆的簡單原理 當然 牆不會只看位置來擋上網 實際情況更複雜 不過這邊也只是簡單介紹一下而已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資料研究 利用虛擬區網 我們不用開Port只能讓裝置互相連線 降低風險 所以不需設置前面的虛擬伺服器 固定區網IP和DDNS式情況設置 用VPN連線需要建立虛擬區網 讓裝置連進來 現在很多路由器都有內建當VPN伺服器的功能 可以用它來開 但這方法只是用於用硬波連線的 要同用性可以在電腦上裝程式開 這方法適用於所有連線情況 每設置過路由器的也能用 裝程式要方便可以用哈馬器 如果它只有電腦能連線 進階點可以用SoftEther VPN 它就可以用行動裝置連 考慮到易用性 這邊教用哈馬器的連線方法 行動裝置連線就用路由器開伺服器的方法來實現 用哈馬器不需設置路由器 也不需DDNS服務 前面的教室都不用管 有設置的可以改回來 它沒有官方伺服器和程式解決大部分連線問題 不過它不能用於翻牆 這是因為它只是純粹的區域網路 並不能由此通向網際網路 首先到哈馬器的官網下載安裝程式 連結在說明欄裡 並且在連線和被連線的電腦上都安裝 安裝完成後右邊應該會跳出這東西 顯示 把哈馬器的虛擬區網設成私人網路 要是沒按到會變成公用網路 記得去改成私人 修改方法等等會題 打開程式後按下這開關圖案的按鈕 然後註冊帳號並登入 接著建立網路 網路ID和密碼自行決定 要在哪台電腦上建立都可以 接著在其他電腦上選加入已存在的網路 並輸入網路ID和密碼 加入這虛擬區網後 它們之間就可以互聯了 遠端連線時電腦那藍打電腦名稱 或是在哈馬器裡複製IP位置貼過去就可以連線了 接下來是用軟播 關閉來自外部的遠端連線後 用哈馬器連線的方法 這方法要把PPPOE連線的網路設成公用網路 不過預設應該就是了 哈馬器則要是私人網路 然後設定防火牆 讓遠端桌面可以在私人網路通訊 但在公用網路不行 這樣就可以擋住來自外部的遠端桌面連線 直線從哈馬器連 比較安全 首先先進到網路和共用中心 確認PPPOE的寬屏連線是公用網路 而哈馬器則是私人 是的話就沒問題 不是的話請記下這兩個網路的網路名稱 像這邊PPPOE的是寬屏連線2 哈馬器的是網路4 接著在螢幕左下角的搜尋欄輸入 GPEdit.msc 並按Enter 在電腦設定 Windows設定 安全性設定 網路清單管理員原則下 找到剛剛那兩個網路名稱 並先點開其中一個 在它的網路位置頁面下 設置成對應的位置類型 這邊網路4就是哈馬器的網路 所以設置為私人 注意哈馬器的使用者權限 建議設置為使用者不可以變更位置 這是因為哈馬器會自動變更位置類型 雖然是自動變更為私人 但保險起見還是設置一下 再點開另一個網路 並也設置成對應的位置類型 圖中寬屏連線2對應PPPOE連線的網路 設置為公用 PPPOE連線的使用者權限可以不用設置 這樣之後可以重設定改 比較方便 然後要讓遠端桌面連線無法再公用網路使用 回到網路和公用中心 選左下角的Windows Defender防火牆 在選左上角的 允許應用程式或功能通過Windows Defender防火牆 進到這頁面並拉到最底下 應該會看到遠端桌面這一項 按下右上角的變更設定後 把遠端桌面的功用選項取消 再按確定 這樣就無法從公用網路 及PPPOE連線那邊進行遠端桌面連線了 只能從私人網路及哈馬器那邊連 不過注意一下這邊只是讓遠端桌面 這個應用陳述法和外部網路連線 並不是封鎖所有來自外部的 3389 port連線 如果要更安全可以去進階設定封鎖 不過這就不在本影片的範圍內了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行研究看看 再來是用路由器開VPN伺服器 創建虛擬區網的連線方式 這方法電腦和行動裝置都能連線 而且虛擬區網和網際網路之間是互通的 所以可以用於翻牆 例如有些學校會鎖線上遊戲的伺服器 導致連不上去不能玩 這時先用VPN連回家裡的路由器 學校那邊就鎖不到了 不過由於網路連線繞了個彎路 所以延遲可能會變高 速度則要看路由器那邊的狀況來決定會不會變慢 建議用被遠端連線的電腦那邊的路由器開 正是因為路由器通常會對虛擬區網開放這個路由器的實體區網 也就是說可以連到接在它後面的電腦 這樣遠端連線時進行連線的一方連VPN到被連線的電腦那邊就可以了 反之就要先讓被遠端的電腦連VPN才能遠端連線 或是也可以用不屬於兩邊裝置的路由器開 但這樣兩邊都要連VPN 而且也不能打電腦名稱來連線 需要打在虛擬區網下的IP 總之就是比較麻煩 如果真的有需求在這樣用 因為手邊的D-Link路由器不支援此功能 所以這邊僅以華碩路由器來示範 進到路由器的管理頁面後選左下角進階設定下的VPN 這裡有三個模式可以選 不過在Windows、Android、iOS中同時有內建的只有IPsec VPN 所以這邊就選它並且打開 之後在進行VPN連線時 需要輸入路由器的位置 為了連線方便建議設置以下DDNS服務 這樣就不用寄IP 如果前面有在路由器上設置DDNS服務 這裡的伺服器IP位置應該會顯示該網域名稱 或是要在電腦上用那個NoIP的程式設置也可以 預先共用金要自行設定 記得記下來連線時要用 接著在下面建立連線裝置要用的帳號密碼 也記得記下來 建立完後按套用 這樣VPN伺服器就建立完成了 接下來是電腦用VPN連線之蓋路由器的教學 第一步要先在進行連線的電腦上安裝VPN連線用的憑證 先回到剛剛設置VPN伺服器那邊 找到匯出目前的憑證 並按匯出 把這個憑證檔案下載下來 憑證一般都是有期限的 不過其實這個步驟要重做一次 然後把這個憑證檔案移到要連VPN的電腦上再打開 選開啟 再選安裝憑證 存放位置要選本機電腦 再按下一步 選將所有憑證放入以下的存放區 再選瀏覽 再選受信任的跟憑證授權單位 並按確定 再按下一步 接著按完成就完成安裝憑證了 再來需要修改登錄檔 一樣在進行連線的電腦上操作 這是因為Windows預設情況下 用IPsec VPN連線到華碩路由器在IKE方面通常會有問題 導致無法連線 需要透過修改登錄檔來解決 首先在螢幕左下角的搜尋欄輸入RageEdit 並按Enter 在這個視窗上面的路徑欄輸入這一大串東西 並按Enter 我會放在說明欄裡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來到這個頁面後 按左上角的編輯 新增 D Word值 並把新增出來的東西命名為這串東西 一樣會放在說明欄裡 對它按右鍵 修改 或是直接點開也可以 然後把數值資料由0改1 再按確定 接著讓電腦重新開機 這樣登錄檔就設置完成了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VPN連線了 在螢幕右下角打開網路和網際網路設定 並選左邊的VPN 然後選新增VPN連線 VPN提供著選Windows內建 連線名稱隨便打 自己看得懂就好 伺服器名稱或位置打要連線的VPN伺服器 提開路由器的位置 如果有設置DDNS服務就打它的網域 VPN類型選自動 切記不要選L2TP IPSec 這邊教的用電腦連華碩路由器 是用IKE V2 IPSec連線的 選L2TP的會連不上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打在路由器那邊 設置的VPN連線用的帳號密碼 按儲存後就可以連線了 預設情況下這個VPN連線 應該會自動設為公用網路 如果使用VPN時遇到了什麼問題 可以改成私人看看 或者就直接先改 接下來是行動裝置連VPN的教學 這就比較簡單了 打幾個字就好 由於手邊只有iOS裝置 這邊就只是發iOS裝置的連線方法 Android系統連華碩路由器的教學 我會放在說明欄 首先開啟設定 選一般 往下拉到底應該會看到VPN 點進去後按加入VPN設定 先點開類型 選IPsec 描述隨便打 自己看得懂就好 伺服器打要連線的VPN伺服器 旗蓋路由器的位置 如果有設置DDNS服務 就打它的網域名稱 帳號密碼打在路由器那邊設置的 VPN連線用的帳號密碼 密要打在路由器那邊設置的 預先供用金要 接著按右上角的完成 之後就可以在設定的主畫面連VPN了 補充一下 進行連線的裝置如果有連著路由器 且連VPN連不上要連的VPN伺服器 並且報錯 有可能是因為進行連線的一方的路由器的 NAT pass-through 沒開相關VPN的pass-through 記得檢查看看 不過預設應該都是開的 連上VPN後 在遠端桌面程式的電腦欄輸入要連線的電腦名稱 或是它的區網IP位置就可以連線了 如果電腦名稱是預設的那種亂碼 不好記的話可以改一下 或者幫目標電腦固定一下區網IP 方便之後輸入IP位置來連線 如果要連的路由器位於要翻的牆外 像是前面說的從學校連到家裡 連這個VPN也可以用於翻牆 這樣就有一台屬於自己的VPN伺服器了 以上就是用華碩路由器加VPN伺服器用於遠端桌面連線的教學 其他的路由器的設置方法就請各位自行找資料了 VPN連線方式有很多種 每個的設置方式都不太一樣 不過只要讓裝置處於同一區往下 或是直接能互連 那就可以用來連遠端桌面 這就是本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感謝各位觀看 上部影片的製作方向是盡量越簡單越好 讓不懂的觀眾也能學會 所以就提供了個標準的操作步驟 照著做就行 這部影片則考慮到是進階補充類型 所以提供了比較多方法 把話一次講完 並且增加了連線安全性 也剛好前不久趁特價入手了華碩路由器 所以能給大家示範如何在華碩路由器上操作 這影片開頭時直接說上部影片教的方法不安全 打臉自己蠻好笑的 但當時就是怕加進port 及其他觀念會對新手不友善 所以才說要放到第二部講 上部影片結尾提到環境很熱 需要吹電風扇 不過開電風扇時又不能配音 因為會錄到風聲 但過沒多久 NVIDIA就發布了NVIDIA Broadcast 可以裝在有RTX剪卡的電腦上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幫麥克風降噪 而它的效果是真的好 很多噪音都可以完全濾掉 同時又不太影響平常講話的效果 就只是如果一句話第一個音是七音會被濾掉一些 這時把降噪效果挑小一點就可以解決 這程式幫了我大忙 影片結尾也提到當時晚上室溫是31度起跳 可現在31度是下雨時的溫度 現在平常晴天則是35度起跳 半夜也一樣 開窗戶沒用 因為外面就是這麼熱 也還好有好用的降噪程式 讓我能邊吹電風扇邊幫影片配音 不然真的不用做影片了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謝謝 順道一提 98.8%的觀眾看我的影片都並未訂閱 所以拜託請訂閱一下 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